21号参议院会议现场 各党派人士对一项涉及台湾主权的动议达成出奇的一致 53年前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会议上 联大2758号决议获得表决并通过 自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此取代中华民国 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席位 澳洲成为第4届对中华民国大会会议 澳洲成为第4届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峰会IPAC 7月在台北召开后 首个通过动议呼应台湾主张的国家 22号 台湾外交部发文 对澳洲国会坚定支持其国际参与表示感谢 动议的很大程度上 其实是IPAC在推动 议会的代表是做了一个承诺的 他们承诺在各自国家的议会当中 会通过相关的决议来驳斥中国对台湾地位问题 这个相关国际法的扭曲 台湾议题的凸显实际上 也是对这种台湾的主办的地位的一个回报 而且不代表澳大利亚新人政府的一个政策 多位参议员批评中国试图扭曲 联大第2758号决议 将其与一个中国原则挂钩 并强调多国在外交上的一中政策 与中国政府主张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一中原则 有本质区别 而学者强调 尽管眼下各界讨论热烈 但并没有真正质疑 一中原则的表述 中国现在把它说成是一个国际上的共识 但是世界上并没有中国所说的那么多国家 是这样想的 很多质疑的是这个点 而不是一中原则本身 更好的一个角度是说 在当前这个敌人政治 尤其是中美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还是一个台湾问题进一步的武器 就是说怎么去打好这个台湾牌 记者截稿前 中国外交部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 也未回应SBS中文的置评请求 SBS中文新闻杨富佳采访报道